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圆神 希格文超详细攻略技能详解养成加配对命之作 差不多说,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圆神4.7下半马上up角色 咱们没落彼得堡的小护士长希格文的攻略 不舒服要随时教我哟 吃一趟它 别紧张哦,放松 希格文在0命时的定位是一位集全对奶和后台元素战绩增伤能力的奶麻 方命高精后可作为一名速切爆发C使用 治疗量和EQ的伤害都为生命值倍率 使用武器类型为弓箭 实战中,它主要发挥的作用和白族非常相似 依赖一启动全对奶来给队伍提供生存需求 90级希格文的基础生命值为13348 和白族、艾儿海森以及风源万叶一字并列全角色第13 突破增加28.8%的大生命 能同时被治疗和输出利用到 接下来我们详细讲解希格文的技能模组 普通攻击和绝大多数弓箭角色一致 以较低的攻击力倍率造成较低的物理伤害 动作不再局限于射箭 而是向敌人都要玩 蓄力攻击水附膜造成水元素伤害 并且,蓄力时,如果一直保持蓄力状态不发射箭时 希格文会向敌人发射小小关心气泡 同样造成较低的水元素伤害 蓄力期间大概每1.5秒发射一枚气泡 小小关心气泡和蓄力重击共享2秒一次的元素附着计时器 这也就意味着对单时每两枚气泡产生一次水附着 每3秒附着一次单体落水 把水效率相对来说算是比较低的 元素战绩 希格文使用泡泡枪兜出机遇水球 点按,释放零级的水球 兜出来的水球会花大概10秒左右的时间弹跳5次 每次弹跳,不需要命中敌人 都能给予全队除希格文外的其他角色一定量的治疗 弹跳结束后,希格文给予资深大量治疗 一次元素战绩命中敌人能产4颗水元素威力 冷缺时间为18秒 蓄力液,每蓄力1秒都可以让水球的等级升1级 最多从0级升到2级 每1级都能让它体积变大 伤害和治疗量略微增高 体积较大的水球能困住体积较小的怪物 例如祥史莱姆和秋秋仁 水球每弹跳一次降一级 此外,释放元素战绩时 希格文能生存两颗原水之滴 希格文自己减着两颗原水之滴 能给自己加相当于自己20%最大生命值的生命之气 清除生命之气时 每清除2000点生命之气回复一点能量 最多回5点能量 并且,希格文的死基里为荒性 基于水球的荒性伤害可以破科培流失的冰盾 这个元素战绩有一些可以值得说的点 首先,基于水球最多只存在一个 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基里公希格文 连放两个1来创造两个基于水球 但是连放两1可以联产8颗水元素威力 以及4颗原水之滴 同时,希格文并没有迪奥纳那样一个1瞬间造成多次伤害的机制 所以基里公的触发可能需要满精炼才能有更稳定的效果 第二,元素战绩的蓄力机制目前来看 收益可能并不高 没给水球升一级 只能多5%的增伤和5%的治疗量 5%的增伤在本来较低的伤害情况下就形同虚设 队友也不一定就缺这5%的额外治疗量 更别说弹挑还会降级了 谁说大水球能禁锢较小的敌人 不过在面对弱小敌人时 这种特殊的针对方案似乎也发挥不出特别大的实用价值 还是期待一手到时候玩家们的整活吧 第三,治疗量方面 如果不考虑弗尼娜和四少女套提供的受治疗加成 经过计算 以一个小毕业练度的4C式0加0希格文为例 放一次异能给全队其他三个队友提供每人约24000的治疗量 水球弹跳结束后还会给自己消气并回复27000多生命值 大毕业练度再加上弗尼娜的话 这个治疗量还会更多 所以对于一名现五的奶妈来说 治疗能力肯定是无庸置疑且相对溢出的 虽说总体的治疗量足够 但希格文也会面临一些问题 对于低血量前台C的角色来说 延迟奶有时候在面临高压环境时会不太好用 他们更需要能够等效增加血量上限的生存位角色 比如提拔队一般更常用钟离 第四是希格文的原水之滴和生命之气的机制 希格文放为产生两颗原水之滴 每颗水滴给自己加10%的生命之气 每销2000生命之气回一点能量 最多5点 同时他的天赋二提到 希格文进行治疗时 将基于队伍中所有角色当前生命之气的总和 提升本次治疗量 每1000点生命之气都将提升3%治疗量 最多通过这种方式提升30%治疗量 这一连串的机制有相同的预值 简化为一句话 希格文有5万血时 就可以吃满5点天赋回能和30%治疗加成 这个即使是对0加0的希格文来说 也是非常容易达到的 这里我们没必要要求其他队友也带有生命之气 况且目前来说和生命之气高度相关的仆人和克洛琳德 都是与顿系角色的相性更好 而非奶妈 众所周知 不同角色产生的原水之滴是可以通用的 比如龙王和水主 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希格文和龙王组队怎么样 我只能说比起现有的配队并不会特别理想 首先 对于纳维莱特来说 和希格文组队就意味着要么放弃一层怡龙之龙 要么放弃弗尼娜给予的高额增伤 希格文的两颗原水之滴对于纳维莱特来说不足以秒续一炮 实战里纳维莱特不单通的情况下 靠自己一举的原水之滴也是完全足够用的 甚至有时候上Buff时间长了 还会出现原水之滴没来得及用完的情况 而希格文自己用两颗原水之滴也足够让他自己吃满天赋回能和治疗量加成 不需要纳维莱特来给他额外提供原水之滴 原水之滴的联动性策划给到了 但似乎角色之间并不是很需要这个联动 不过至少这样也能避免强制绑定这种负面节奏 最后是附着能力 机遇水球每两秒附着一次水 再对群师一次亦能稳定产生五次水附着 而对单时需要看实际运动轨迹所花时间的具体情况 至少三次最多五次 在一些刚需稳定挂水能力的队伍里来说 单靠机遇水球的挂水应当是不太够用的 例如一些火C的蒸发队 以及重门和动结队等等 综合来看 希格文的元素战绩的定位 其实和白族的元素战绩定位非常类似 主要发挥的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随时可用的 不需要考虑充能的依启动全队奶的作用 除此之外 其他的机制和能力都相对薄弱 我们的角护士长除了奶妈本质之外 对于团队的增伤能力主要体现在天赋1里 天赋1说 希格文放逸后 自己获得8%的水伤加成 而外的 队伍里使用元素战绩出伤的角色 能在18秒内享受到10次的基础伤害城区的数字加成 官方名称叫 静养技术 具体的增益数值取决于 希格文的最大生命值 65000生命值 吃满2800加成 经过计算这个预值 其实在我们不使用专武的情况下 是很难达到的 同时 它限制了 必须是后台角色 才能吃到这个加成 前台主要靠元素战绩出伤的角色 例如艾尔海森 是吃不到这个加成的 目前依赖后台元素战绩出伤的角色主要有这几位 菲谢尔 阿贝多 八重绳子 纳西达 弗宁纳 以及千枝 其中最合适的不用想就知道是弗宁纳了 卡池的安排也算是一种给参考答案了 这个元素战绩增伤限值10次 如果一次元素战绩攻击到多个敌人 那么也会消耗对应敌人数量的敬仰技术 例如在和纳西达组队时 硬中硬扫到5个敌人 那么触发两次硬中硬就能消耗完10层敬仰技术 这些角色通常在18秒内是完全能做到出伤10次的 所以我们没必要特意为了这个天赋 组一个多后台元素战绩出伤的队伍 例如纳西达加巴虫加菲谢尔加西格文 可以组 但专门为了吃满这个天赋二组 没必要 哪怕只有一个上述角色 基本都能吃满这个加成 当然 阿贝多碎花 千知没有第二个秀 菲谢尔巴虫丢失索迪这些特殊情况除外 这个增伤对后台伤害的提升程度 我们稍后再进行计算 接着我们看看元素爆发 极主 极克注射 有非常强的纳维莱特的机视感 不愧是龙女 气质能量 18秒CD 在2.5秒内造成6次水元素范围伤害 每0.4秒造成一次伤害 每1.9秒附着一次 所以这6段水伤只会产生2次落水附着 现在看来指望着靠大招去挂水基本是不太可能了 除此之外 在开大时会自动吸附周围的原水之滴变为自身的生命之气 不需要再专门去捡了 在灵命情况下 这个元素爆发的持续时间非常短 因此 希格文是不能像星海的心浮纯水队那样让奶妈战场10秒钟的 所以 一般对于没堆双爆的纯辅助流派的奶妈希格文来说 实战里不太推荐使用这个元素爆发 除非有给雷神叠愿力 或者触发宗师套这种特殊的需求存在 最后 生活天赋是跟水下探索相关的 可以给水下受伤的角色回血 水上水下都能回血 大世界容错率拉满了 属于是 不过咱们都到风单末期了 相信大部分老玩家都应该也差不多探索完风单了 阿普我本人只差旧日之海 那里没有满探索度了 这个算是对新入坑不久的玩家提升舒适度和容错率的天赋吧 综合来看 其实灵命希格文的机制非常简单 就是一位探索和战斗中的高容错率保下线的奶妈 除此之外 在目前来看没有特别突出的点 我们其实可以给原生这四位线5的奶妈做个小探讨 希格文和白族的定位是非常类似的 依赖随时一启动的随身全对奶 给到玩家随时随地满血的安全感 除此之外的辅助能力都较弱 咸云的奶量并不算高 攻击力转模让他自己的身板也脆 Q启动的模式也不方便 但与此换来的是为老角色解锁下落新玩法的机制 刀额的下落增伤素质 以及丝滑迅速的优秀大世界跑图能力 星海则是专注于挂元素能力 这让他能在涌动和众门里占据一席之地 大招战场全对奶C的定位也让他能组出一支低造价的赶电队 以及高造价的纯水队 但作为代价 一的水母是化地为牢的 水母本身的奶也是单体的 要解锁全对奶必须开大战场 这几个角色的命座里 星海吃了出的太早了的亏 高命白族解锁纯后台模式 同时怪元素能力得到提升 而丰丹出的咸银和希格文都在满命解锁了主C模式 现在我们来聊聊希格文的武器和圣遗物选择 对于灵命纯奶妈希格文来说 可选的装备有这些 希格文的专武 白与新弦 效果非常专 但对应的 给到主人的素质也相当的高 精一就有106.2%的大生命和元素爆发 28%的暴击率 这是我们能很轻松的点满天赋提供增伤的最大玉职血量 6万5千 但很明显 这是一把高命组C流 希格文才会选择抽取的武器 在纯辅助流命前的性价比非常低 除此之外 我非常推荐这把三星武器反驱弓 能给到希格文46.9%的大生命 免费获得无需精炼 很适合纯奶妈流的希格文 如果你实在一把反驱弓都没有 都融掉了 那么西凤弓偶尔可以缠点球 辅助全队充能 与一些吃拐率比较高的角色组队的话 终末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把武器一般是追上线的队伍才会考虑的方案 与希格文这种保下线的奶妈有点冲突 弱水也能提供16%的大生命 但这实在是太过于奢侈的选择 总结 去找反驱弓 反驱弓是蒙德宝箱的特产 在蒙德开宝箱有机会获得 除此之外 在道七和须弥爪NPC对话也可以获得 我们传送到道七离岛左边的这个传送锚点 落地之后与附近这位名叫中野的NPC对话 对完画后即可获得一把反驱弓 同理我们也可以传送到虚弥画乘过这边的七天神像 落地后往八点钟方向走 我们能找到一位名为希灵的巡灵员 与他对话同样能获得一把反驱弓 武器之后是圣遗物的选择问题 目前对于灵密奶妈刘希格文可以选这些圣遗物 具体选哪套其实按自己的仓库情况选就可以了 如果你之前为纳维亚刷锅丝回生 那你就给希格文配四七十 如果你之前给千只一斗刷锅丝滑管 那你就给希格文用四海染 你也可以选择去合成台合成给攻击力主C用的四千岩等等 这些圣遗物因为本身给的就不多 所以差距不会特别大 计算时的变量也会特别大 尤其是四七十 我们很难断定他在不同队伍里的效果 比时的浪潮效果究竟有多少会加给主C 又有多少会被其他辅助吞掉 不像草队没有四身零 纯色队没有四封套那样会掉很多输出 希格文能用的这些圣遗物里 基本没有能给队伍带来自变的机制 都是属于锦上添花的范畴 你哪怕带闪剑都不太会影响队伍的整体强度 推荐各位选择性价比最高的组合 例如园长本人之前就给纳维亚刷过两个月的四回生讨 那我肯定是直接给希格文用仓库里堆积着的没人用的四溪石 接下来我们讲讲配对 按理来说当你抽了这样一位高龙错驴的奶妈之后 你可以把它塞进绝大多数你的大世界探索队里 只要你的队伍里不是刚需某四个人就行 以及不要让希格文的治疗对队友产生负面BUFF 例如对于需要压半血的胡桃来说 希格文是不是合入队的角色 对于刚需挂水能力的重门和涌动的队伍来说 单水入队的希格文也不太能做到大量的残肿和保证稳定的冻结 除此之外 队伍的生存能力是希格文完全能够保证的 首先 让希格文和弗尼娜组成双水插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双水插件 无庸置疑的是 这两人在一起能给队伍提供稳定的权队增伤 稳定的治疗 一定量的后台挂水 以及后台伤害 我们假设希格文的全部天赋增伤都给到弗尼娜 这里需要注意 弗尼娜天赋里的1.4倍独立城区 不会与希格文的天赋增益相成 弗西组合里 希格文天赋触发时 伤害的计算是 弗生命值乘以弗倍率乘以1.4加息增益 我们假设弗尼娜可以全程吃满 这个1.4倍的独立城区收益 以一个正常的4万穴灵命弗尼娜为例 它在20秒内可以造成22次后台水伤 自身基础素质城区的素质大约为108559 还EJ小毕业练度零加反驱功且携带二生命 加二生命散见的希格文天赋给到的增伤素质为2472 结合十次的限制 一共就是24720 也就是意味着这样配置的希格文给到弗尼娜 能提升弗尼娜22.7%的伤害 这里我们提前提及一下希格文的遗命 希格文异命可以让它一轮循环的静氧技术变为18层 并且每层静氧技术给到的提升也会增多 这里计算出异命希格文可以给弗尼娜带来51.36%的伤害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提升会和弗尼娜2命和5命互相稀释 因为弗尼娜2命给到的140%大生命 会拉高它自己的基础伤害城区 5命增加的元素战机倍率 也会拉高自身的基础伤害城区 经过计算得到的提升值为这张表所示 希格文本身所带来的伤害提升是不变的 但当你的弗尼娜配置越来越高 这个提升值相对的来说就会看起来少了 同时表里计算的也是纯对单的情况 对群石 这个提升值也会因为谢贝蕾达小姐一次攻击 打到多个敌人而下降 作为对比 我自己的2加0闲银可以给我的6命与才加名 带来141.97%的伤害提升 如果是0命的话 这个提升值是62.55% 也正如前文所说的 希格文低启动成本 低增伤 咸云高启动成本 刀增伤 两者是相对的 除了这个组合内部的影响之外 福西这个一扣穴一回穴的组合 也能让一些组C曲鞋带猎人韬 轻松吃满36%暴击率的加成 我们的思考看似顺利 但在实际组4人队时遇到了许多问题 接下来提到的所有不合适的队伍 只要你觉得合适并且不介意 有更好的选择 都可以直接用 我们首先Path掉一些兵C 因为对于兵C来说 如果要和弗尼娜一起组队的话 那么实战中可能可以抽双兵共鸣 还能带中师套的夏洛帝 会是更好的生存位选择 双兵也有利于万叶扩兵 当然 夏洛帝80能量大招Q启动的便利程度 也是肯定不如希格文 一启动全队奶的 全横拳全在各位玩家手里 只要你想拿希格文组一支冻结队 完全可以组 比如莱欧斯利加深克加弗尼娜加希格文 只是可能这支队伍在更高造价的情况下 才会有更好的伤害效果 其次我们看看一切雷斯 在目前没有专门感电拐的情况下 感电队也一直都是比较力大专费的队伍 需要依赖更多的素质命作 所以对于平民玩家来说 也不算特别合适 另外如果考虑让福西组和 竞雷C加草神的激战队的话 那么能抽双草共鸣 和提供草反应增伤的白族 会是奶妈味更好的选择 对于主流的两位风势来说 肖更适合用闲银 而流浪者更需要护盾来提供抗打断 PASS 打直伤的小鹿倒是可以用陆发福西玩玩 但是小鹿练的人非常少 砂糖的感电驾驶员队也可以一试 但低噪驾驶的表现会很一般 可能到时候他进挑衅式的燃烧队 当股风机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于霍斯来说 凌尼的天赋注定了他更适合走纯火队 无人在战斗中无法被队友治疗 萧公胡桃 更需要顿 而非乃 加明迪卢克 更适合与咸吟组队 香菱很难离开 万叶和班尼特 燕妃可离可门可行 但他们和福西组队 或许需要参考万达双和四路 而非单和蒸发 例如燕妃加班尼特 加弗妮娜加希格文 只不过这样的话 班尼特只用于辅助燕妃 希格文的增伤 只用于辅助弗妮娜 完全没有万达队里 万叶和班尼特 同时辅助公子相邻双C的 逻辑契合度了 只能说如果你恰好练了燕妃可离 又非常想玩希格文 且有福尼娜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这样组队 在低练度和低造价情况下的伤害可观程度 也仅限大世界 对于主流燕妃来说 在目前还没有燕妃全队奶的情况下 福西组合进一斗队倒还算可行 我们可以组一斗加千支加福尼娜加希格文 相比之前的燕队 希格文的加入省去了让福尼娜 黑白服护切的繁琐操作 也不再让福尼娜刚需要的命 才会发挥出比较好的效果了 班尼斗的问题仍然存在 比较需要他自身给到一定的命座 来提供更好的续航能力 没有了武郎和钟离的拐之后 这支队伍也更偏向于多C队 千支和福尼娜 伤害一启动的特性 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一斗Q启动的塔守程度 但这绝非是能力移动伤害最高的队伍 而另一边的纳维亚 阿普哥人认为福尖组合 让敌人体炎下落断头斧的感觉会更爽 满命千支自己组C不用说 自己已经强无敌了 怎么组队都可以 然后施水C与纳维莱特组队是可行的 但是对比现有的纳福万白或者纳福万下 纳福万C会让龙王 在五额外元素的环境里 掉一层怡龙智龙的天赋 纳西万皇会让龙王享受不到 弗尼娜的大量增伤 但何况如果纳维莱特只有灵命 那么他也会更刚需护盾角色 来提供抗打断 来使伤害更稳定 这些假对于更重视妇女情节 这一余的玩家来说 倒是不成问题 但至少 西格文是无法增强纳维莱特 先有的体系队伍的 另外与夜兰组队可能不太能比得过 星海驾驶的纯水队 与灵人组队的话 请问灵人是要放弃班尼特的攻击力呢 还是放弃风套万叶的减抗巨冠呢 这又是一个问题 达达丽娅更不用想 万达队在伤害逻辑上太完美了 万象般的任何一个队友都很难被替代 最后是草西 很可惜 双水组合并不太适合 西格文加入草型酒 也显得没捡到芝麻还兜了西瓜了 依草型酒西这支队伍为例 如果草神战场 那么西格文的天赋加成 就只能给到完全不对职伤的九旗忍了 如果草神不战场 那么可能无法保证稳定的草底 来产生大量的种子 往哪边走都显得亏 这个位置让能凑双草共鸣的瑶瑶 起凉凉来 或者能和行球叠加抗打断的北斗来 都会是不错的选择 草神加九旗忍加福西倒是可行 但也有一点种子不能吃增伤的遗憾仔 离战放队里的水西角色 挂水效率决定了队伍的整体强度 以草叶西可以移用 但对比星海和白猪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竞争力 不过无论如何 但凡只要你想玩西格文这个角色 对他抱有处理 那么让众门来为他保一个DPS的下限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西格文加福尼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西格文加其他角色的组合 也就更不用想了 综合思考下来 低命西格文明显更适合不考虑角色强度 追求暗逸 以及处理玩家们抽取 客观层面上来说 似乎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队伍 是刚需西格文的 所以在这里 我还是给像我一样的 强度自由的老灯玩家们 推荐一些强度并不算高 但能玩 或者至少有一点趣味性 或者娱乐性质的队伍吧 这里我就不标注角色的 圣遗物武器以及充能情况了 西格文的武器和圣遗物 基本是不变的 临命时直接用反驱功加你认为容易获得的一套有用的圣遗物就行了 其余的角色应该用的配置也都可以在他们对应的攻略视频里找到 妇女队一号 妇女队二号 妇女队三号 主打一个爸爸带女儿 纯水队 强度取决于你的命座数量 万物皆可的众门队 西格文负责治疗就好了 匿路带队的二号众门队 同样的 西格文只负责治疗就行了 爱心泡袍三号众门队 这支队伍主要用西格文仪 区 以及趋力产生的小小关心气泡来灌水惨重 不过由于灌水效率较低 所以只建议在娱乐时使用 感电队 同样 强度取决于命座的数量 变种砂糖 武装感电队 只建议在队群食使用 激战队 在草队里西格文一般都是白族的下位替代 队伍整体强度也相对依赖驾驶员的数字 一斗3C队 这个队伍需要一斗本身命座和练度到位才能玩得舒服 梅肉彼得宝 主指员是台海蟹肉队 大朗 该吃药了队 主打一个物理组C流西格文用药丸砸死对面 不管什么手段 统统拿出来吧 目前UP能想到的大概就只有这些了 西格文作为封单版本默契的一位奶妈 他的机制或许有可能能在纳塔得到一定的发挥 不过贷款角色未来这件事 对于普通玩家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虚米版本默契出爱的白族 虽然在封单进入了纳福这支队伍 戴米哈游也选择了在第一期 弗尼纳卡池阿普拉完全可以胜任 纳福对奶妈的四星角色夏洛蒂 历史会不会重演 是目前完全说不定的 最后我们来聊聊西格文的命座 随着西格文命座升高 他也逐渐解锁速切爆发C的玩法 不过满命线5一般也只有 比较专一的处理玩家和科老 才能体验到的事情了 一命在刚刚提到过了 主要能提升西格文的辅助能力 天赋增伤变多的同时 质量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这个也能变相增加一些 四星石和四海染的辅助能力 半命自己在放技能时会获得一个护盾 主要用于保护自己 同时技能命中敌人还会给敌人减35%的水抗 这个命座对他进入纯水队的提升比较大 但需要注意在队群石得开大才能更有效率的降水抗 因为异机能产生的泡泡运动速度很慢 不能及时对所有敌人触发这个命座的效果 虽说这个命座给予了一些减抗辅助能力 但绝大部分情况下隔壁能居怪减抗的封套万叶明显是更万精油的选择 对于抵抗性怪来说 减抗城区也会存在西数问题 只有在面对高抗敌人时 叠加的减抗才能发挥出更高的价值 我已经有预感 等到纳塔可能会出高水抗的冰封足取了 目前二命西格纹加二命行秋加封套万叶加钟离的这支队伍可以给怪减110%的水抗 不过在目前水抗怪并不多 并且大部分水师也不缺减抗的时候 这样的命座价值并不算太高 三命一加三加一些治疗量约等于没什么用 四命Q的时间延长三秒 原本西格纹的大招只能造成六段水伤两次附着 现在可以造成十三段水伤三次附着了 让大招伤害直接翻了不可被稀释的一倍多 是对速切爆发流西格纹来说非常关键的命座 五命Q加三也是直接加了大招的伤害 提升为18.05% 六命让西格纹在治疗时获得20%暴击率和110%的暴击伤害 相当于150分的双暴了 提升方面不用怀疑肯定是非常大的 综合来看 西格纹的高命效果是对他0命不能C的大量补偿 直接让一位奶妈解锁了速切爆发C的能力 他现在也可以承担队伍主力输出的职责了 买命西格纹输出的本质依赖的是元素爆发 所以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队伍 雷神加弗妮娜加万叶加西格纹 雷神和西格纹接力战场 西格纹主力输出 雷神辅助充能的同时提供元素爆发增伤 并且还能填补队伍空窗7 弗妮娜拐全队大量增伤 万叶则照常发挥聚怪健康增伤的作用 由于是买命线武的配对了 所以其他会影响西格纹伤害的配置 我也相应给高一些 雷神正常0加0鱼叉带四绝缘即可 命座装武随意 也可以青春西风枪 雷神主要能拐西格纹 21%的元素爆发增伤和每轮循环 约18点左右的元素能量 结合双水的铲球和他自己生命之气给予的回能 七格纹在这支队伍里 基本不需要堆充能就可以满足循环要求 亥命弗妮娜正常携带四巨团 加任意一把输出向武器即可 万叶正常0加0配置堆满1000精通 经过计算 杯子部位在同磁条情况下水伤杯会更优 所以主磁条我们选择生水豹 副磁条分配为26双豹加10条大生命 这支队伍的循环轴我们选择这个 计算得到 在面对90级10%抗怪时 这支队伍里的西格纹一个大招能轰出156万的伤害 同理我们把配置继续拉高到6加5 此时西格纹一个大的伤害变成了196万 还是那句话 封单版本的线武角色 没有哪个能在买命时还不强的 我们做个总结西格纹正名角色 目前来看在低命时就是一名启动方便的纯奶麻型角色 与白竹定位相似 刀命解锁速切爆发C玩法成为对物理的主力输出 一般来说要么0加0即可 要么选择满配 各位斟酌喜好和预算做自己的选择即可 好了西格纹的解析攻略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视频中有任何错误还烦情指正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UP最近由于换工作的缘故 这期攻略脱更了比较长的时间 还请各位关注我的朋友们言亮 下一期是封单最后的 线武角色调香师的前瞻解析攻略 我们见识再见 嗯 啊 再躲远一些吧 不在这附近吗 啊 嗯 啊 许虾聊宵最好的部分 要好起来啊 哇 别紧张啊 放松 一带 哇 真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